大家好,我是我的元神 今天继续带给大家5.0前瞻预告首报 队长确定入辞 甘雨新联动 平导老水系长枪主C 4.8纳维亚尼路格瑞卡石流水出炉 超专科限3-6小时 排名大幅下滑 各位大佬好呀 一起来看看 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首先是有关外网玩家放出的 5.0前瞻预告图 根据对位舅舅的透露 卡石安排确实如此 只不过雷神和草系小男孩会在上半 万叶接下来可能要被扔混池了 而钟离大概率会在5.1和盐爆女童池复刻 莱欧斯利接下来会获申赫一起复刻 还好我没买申赫皮肤 不然一直抽不到憋屈死了 有关4.3星角色 平老了 最新消息说定位水系长枪角色 主C模板 角色设计思路位李渔月龙门 会作为今年海灯节版本的文化输出角色出场 体型必然是成女了 不过真是想不通 色画居然又出水线舞 水系是不是五星最多的属性了 队长是可玩角色 武器实单手剑 来源Mero 这位我记得好像是纯解包 所以可信度还是挺高 尚不确定是否是战位服 但总之不是怪物魔 目前为止的自机魔执行官武器没有重复的 公子弓箭 闪兵法器 胡人长柄 博士大剑 队长单手剑 不过队长大概率不会在那塔进尺啊 都不是主场 可能要等到直东版本 不然后面没剧情啊 而且肯定是越后面的角色越强 之前404舅舅说不自机 不过后来留了后路 说那塔不自机 所以和404的说辞并不冲突 双方可能都是对的 至于队长最后会不会摘下面具 目前还没确定 反正现在脸部大概率没建模 因为不会那塔落地 博士当年也是自机体型 结果看塑造明年可能会领便当 西巴拉克死了 活说不定交代完又死了 反正掉不掉的 过一两个月就有结果了 总之留好后路先 有关元神日服新联动 果然像克勤甘雨这些都是联动首选 也希望元神后续能设计一些更讨喜的角色吧 那么今天的消息就这么多了 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 不如关注下呀 元神封单4.8卡池终于来了 4.8上半卡池的五星角色纳维亚 尼路也迎爱了复刻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说起4 8上半纳维亚 尼路的 首日卡池流水数据并不是太理想 次日流水数据也终于出炉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上图 可以看到截止到目前 4.8上半卡池纳维亚 尼路的次日流水数据依旧不是太理想 本期卡池的流水数据甚至还不如 之前散兵 白组卡池的流水高 不过毕竟是猛卖的数据 大家看看就好 具体还得以实际的榜单排行为准 然后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 关心的卡池流水时长的情况了 就目前的流水数据来看 不仅没有超某英 连一本二本线都没有超 即便是三本线也只是挂零 不过按照专科线来看的话 倒是也有36小时之多了 这流水下跌的速度还是比较恐怖的 而说起本期卡池次日角色 5期抽取的情况也来了 如图所示 一共是出货了2958支纳维亚 2432支尼路两个角色抽取的比例在1.2 一左右五期词抽取的比例差距不大 最后就是原神在各国及地区的排名情况了 整体来看的话排名都在下滑 也就日服的排名相对好一些 国服的话目前排在第九 其他区服均在前师以外 还是比较离谱的 第五期词 第五期词 第五期词